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预防煤气中毒呢? 在现在家庭发生有害气的中毒的事情时有发生 煤气中毒是最常见的一种 我们主要是在以下几方面进行预防 一、安全使用、燃气工具及设备 每年要定期检查所有的燃气设备 包括加热器、露灶、取暖器、鼻露 二、定期检查烟囱、暖气管、通风口、是否堵塞 以保证没有变形堵塞的情况存在 第三、不要在密闭的空间里 如云房、房车、拖车厢、帐篷里使用 燃油或者燃气取暖器 第四、不要在室内烧烤 第五、不要在室内燃气取暖 第六、不要在明火没有完全熄灭的时候 就关掉通风口 第七、不要在密闭的空间内使用燃气、发电机、除草机以及其他的设备 第六、不要在密闭的空间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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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六、不要在密闭的空间里